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上为您呈现 生代静莫丑相约花戏楼 花戏楼的这段时间的节目当中 一直在为大家推荐我们安徽省的青年戏剧演员 今天又为大家推荐到了谁呢 来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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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还有给我指正 这也是我的收获 然后获奖之后呢 我的家人也替我感到非常高兴 老师们对你的指正当中 是 确实不是什么大老师 而且所有的这个评委老师 对王莹的总体评价就是漂亮 没有 我觉得还行吧 就还行 也不是那么很好看 怎么走上这个黄梅系的这条道路 听说跟家长也有关系 我的父亲呢是一名黄梅系演员 从小呢我就是在太湖县黄梅剧团长大的 然后小的时候看到就是单位的哥哥姐姐们啊 就是天天练功啊 然后排练 我就经常去看他们排练 小的时候看他们排练 大概看一两遍 我回家就会 在家就会唱 然后我爸可能就会想 这丫头还怪有这一方面的天赋 所以后来呢 就把我送到了安徽省艺术职业学院 就是学习黄梅系表演专业 异校毕业以后就进到了沈黄 对 从异校到沈黄是有另外的考核的对吗 对 是考进来的 生活中的王莹是一个 比较马达哈的女孩子 这样说你同意吗 是的 我就属于那种 大大咧咧的 没什么新的 就是 对 听说你有一次上台 穿着雪地靴就上去了 这事我觉得挺夸张的 一个花袋 穿着雪地靴 这我到现在为止 我主持花戏楼这么多年 我都没有碰到过 没有看到过 那时候小嘛 可能就是不太懂事 就刚进剧院的时候 刚进剧院 可能当时也不知道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当时我是先把服装穿好了 然后跟别人聊天 聊得好好的 然后突然就 就是 因为我当时演的是 也是一个陆玉这个戏 然后不是扇子嘛 要上场之前 然后我当时觉得 我的脚怎么那么笨重 那脚子 完了 我穿了一双雪地靴上去了 我就好怕露出来 一般 就是花旦不是要穿彩鞋嘛 我当时就 把脚稍微蹲一点 哎呦我真的好怕露出来 底下多少观众 底下观众挺多的 他们有没有 你猜 你猜他们看到了没有 我猜 可能有的人会发现吧 肯定看到了 对 怎么可能看不到嘛 对不对 对 反正一看说 帅了是个小女孩 对不对 如果是 和云的绝对不能原谅他 像这些错是肯定不能犯 因为 戏曲它跟普通的唱歌什么 最大的这个区别在于 它上去它是个人物 对 它是人物了 它所有的穿着打扮 一眼一行 都得在这个人物里面 你因为一双鞋子 你会让观众立马就跳出去了 是的 大家都觉得你不是人物 这是戏曲跟其他的表演 最大的区别 很不应该 就是太小了那个时候 不不 据我知道你闹的笑话 还不止这一个 哈哈 自己老师交代了 还有什么 哎呦我怎么老是出错呢 还有一次是跟徐类阳 但那次呢 也不是说是自己的问题啊 是徐类阳连累你的 也不是 是怎么回事呢 也是脸露玉 七千里不是要撞懂有吗 然后是这样一个跳 关键我们头上 就是七千里头上 不是有那个法饰吗 就是那个钩子 然后呢 我可能蹦得太近了 怕三 跳的时候 她也不退 她的那个头啊 是不是一个法套吗 我的那个钩子啊 就勾到她那个法套上面 然后我们两个就勾住了 在台上 你知道吗 在台上就这样 到什么了 完了 扯不开 底下的人 也在笑 当时就确实 硬把她扯下来之后 徐类阳 然后看到她的时候 她的头发就有一根 挂在前面 哎呦我当时就是 忍住 那次头发勾住 那次IP里面 好像 好像没有被发现 你们院团的长辈们 前辈们 老师们都如此之宽容吗 没有没有 我经常被骂哭 经常被骂哭 在这个前几次的访谈当中 我就已经感受到了 黄梅剧院的这种宽容度 真的是有的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宽容到这种程度 比如说穿个雪地靴上去 都不批评你到这种程度 那不可能 接下来我们 接下来我们来请上一位 黄梅系名家孙娟老师 有请 孙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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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孙老师好 请坐 孙老师 我们就沿着刚才这个话去讲 我在上面在听 对 穿个雪地靴在那儿上去 然后她的头发勾住了 如果孙老师在现场的话 你会因为这两件事批评王英吗 我觉得那个头发勾住了 那是 是不可预估的 但是如果有经验的话 就是你保持一定的距离 保持一定的距离 对 就稍微好一些 但是我觉得雪地靴 好像这个 我不在现场 那如果蒋总在现场的话 那肯定是要严厉批评的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对吧 对对对 我想这样的一个 一次以后 以后它不会再有的 因为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对 我刚才你们俩在聊天的时候 我一直在下面听 就是你刚刚说她 挺漂亮的 就是平时 我的感官是实际上 我们黄美剧院的漂亮的女孩 当然她也是非常漂亮 漂亮的女孩挺多的 是 但是王英她一上台以后啊 她迅速地能抓住你的眼球 她迅速能让自己漂亮起来 对一下就 怎么好怎么搞的 就是你的吸引力就 不由自主地被她 老是想看她 哪怕她是在 剧中 担任一个群舞 或者是一个 龙套之类的角色 你都会 哎 这个孩子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演员挺讨厌的 就本来你是站在后面 结果导致前面那个人没有人看 太小戏了 真的是 然后我想 哎 我怎么老看她 这个东西没办法 艺术的吸引力是没有缘由的 对 王英的演唱和表演上面 您点评一下吧 王英啊 我的印象当中 实际上啊 她是一个就是 但是 平时你看她好像 并不十分 我的感官啊 并不十分 努力的孩子 嗯 但是呢 可能她在背后下功夫了 但是呢 比如说有一个某一些赛事 比如说马上要考核了 你看到她的时候 哎 她总是让你眼前一亮 嗯 就是说这样的孩子就是 她真的是在后面默默地 用功 嗯 我就举个例子啊 有一次就是考核 她就表演那个 《罗帕记》的《回娘家》 当时 好像我记得所有的评委老师 都被她演哭了 嗯 就是她的 她上台以后 她的那种感染力 嗯 是很强的 嗯 孙老师刚才说 你是那种背后用功的人 来 你自己说说是不是 其实说到这个还 还蛮惭愧的 就是 因为我 我觉得我们当委也有很多 很多同事都特别的刻苦 就是这方面呢 我就是 并不是那个去用功的那一个 没有那么刻苦对吧 没有那么刻苦 我总感觉好像就是 凭着自己的天赋 就是小聪明耍一耍 但是 就像孙老师说的 我在考核 在比赛之前 那肯定那一段时间 是要投入进去的 但平时可能也 因为年轻人嘛 什么 逛街啊 看电影啊 吃饭 我都是 就是正常的人 但是 到关键时刻 那必须要沉下心来 去弄 什么样的沟通是最好的 真诚的沟通是最好的 就是 我认这个话题给你的时候 我就想听听看 你怎么回答 就是 你可以回答说 我就是那个背后用功的人 但我更愿意听 你刚才那样 更真诚的 这个表达 谢谢 说说看你 你对孙娟老师的影响 孙娟老师在我眼里呢 是一个很有品味的艺术家 对 因为我感觉到她呢 她有自身的魅力 我金团没多久 她着演过一个 封城女画家 我在里面就是 就是一个龙套 就是一个女学生 但是我会每次在演出的时候 我都会在旁边看 特别是每次最后一场戏 她躺在那个椅子上 太入情了 我特别感动 我几乎每次看 我的眼泪都在眼眶里面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为什么孙老师 刚才就有夸到我的表演 就是我特别喜欢看戏 我会在下面看 我就会被感动 真的 孙老师是那种 我觉得很难得的 演员身上有贵族气息的 这种表演 比如说一个角色 在这个戏里面 他会有起落 他会有这个辉煌的手 他会有低谷的时候 但是我在孙老师身上看到的是 即使这个人在低谷的时候 这个人身上 他保留着那份 他曾经辉煌的贵族气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看孙老师的表演看了好几次 这是我的感受 这是我的感受 这个是我觉得很多的 因为我也看过不少一些戏剧的这种表演 就是特别大 这个感谢鼓励 蛮爽 蛮爽 下次孙老师要是有什么 这个专场 什么麻烦您送个两张票好不好 对 一定请您 我们画室都一个多少人呢 我们到时候一起一起 大家一起 真的是真的是 大家都很喜欢你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再来看一段 王莹的表演 这段表演 跟王莹曾经是有关系的 孔雀西北飞 对对对 是我主演过的一个大戏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段 黄梅戏孔雀西北飞的选段 做女人就得学几招 有请 做女人就得学几招 关键的关键 关键的关键是呀是两条 第一第一哪人要管好 寻圈听话的乖乖来貌 第二 不愿意 唯不收拥 男人会发毛啊 真情真哪吵小吵 伯伯伯伯的主题子哨红哨 弄吃鸡 下几脸 挑胃口 配上豆腐乳啊 鲜菜和辣椒啊 七号花号万死了 却下来就是关钱包 钱包一边 不一步 古料干净 往呀往外偷 男人有钱 旧呀旧胸外 多舍去都便去挑 鱼儿也许要做悄悄 怕虚从跟上脚 要向老来 用一套 不自己干 虚大老王 啊 啊 啊 有一只 磨四善 看来你啊 像个小子 有一套王 没有一套花 还盼在江湖面前耍大刀 哎呀耍呀耍大刀 有情人一对父母在今宵 这个吗 这个吗 哎 请你们不要再期待里面吧 不能够跳 我暂时抱你 不要互相告 有兴趣呀 就说着起起往下瞧 你们往呀往下瞧啊 听说你跟周珊老师两个吵个架 就是 可以说没有 可以说没有 经常吵架 经常吵架 周珊老师要吵架 不应该跟 不应该跟潘秘书长吵架吗 怎么都周珊老师 怎么跑过来跟你吵架 怎么回事 没有就是 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一些 就是排练上的一些 小问题啊什么 他会说我 我肯定也是会听的 因为老师们说的都是对的 但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 好像这个地方我真的是对的 然后就会跟他 就会跟他争起来 那你就不觉得周珊老师 你看啊 年龄们也比你长 路团们也比你早 对不对 人家在那么多孩子面前 人家周珊老师要面子的嘛 你这样跟他吵 人家很没面子嘛 没有没有 也没有跟他吵了 就是他会说我 我就 我就会 你就会哭对吧 对就会有一点 然后 不踩你了 对他经常就是把我说的 然后我就在那哭 跟他哭啊 对 那你哭了以后会有效果吗 他就在那笑 你哭他就笑是吧 是的 接下来我们有请周珊老师 来 有请 周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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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老师请坐 请坐 周老师他这么小 你这个你骂 你一骂就把人家骂哭了 这不好吧 好像没这回事吧 上来先给一个否定对吧 记忆出现了误差 这个如果有的话呢 只能说明两点 一点呢 我们对工作是认真的 第二点呢 就是王莹呢 太爱哭了 太爱哭了 对 点评一下王莹吧 怎么说是一个唱戏的人 或者说是个唱戏的料 这个综合实力都很好 我要在这里说的 这个缺点吧 你要不要先拿点纸 我感觉啊 他就是做某件事情啊 就不是很 能把这个心啊 用到最极致的地方 可以 我觉得 明天我要参加考核了 明天参加比赛了 提前个三五天 在家练一下 好了 心里面有数了 我经常说的 我说你应该 天天在家去练唱 天天在家去 琢磨一些这些事情 他有时候会 很不情愿地点点头 但是呢 我可以感受到 他也没做 朱老师 他来黑我的 我没黑你 我是 我们私下里面都是 很好的同事 对 关系 我在这儿说的话 平时也是跟他这么说的 是的 至于他说他哭嘛 那可怕是 当时那个大家情绪 因为这个业务上的事情 排气的事情 可怕争论的比较多一些 可怕话语重了 他可怕只能以哭 表示抗议 虽然说 当时跟周老师 有的时候会闹得不开心 当时也很生气 但是在现在想一想 哭 还有骂 哭 都是对的 都是值得的 不能说是对的 我这个 在这一块呢 我表示遗憾 你表示这个 大概是自己平时不注意 但是初心都是好 对 我也 或多或少犹豫过 因为他那么小 我没那个必要 去耗那个体力 又是夏天去 跟他排练这一种 但是呢 说句真心话 我就说 年轻演员既然想 向你请教一点 那咱们就 尽心尽力地去 帮助人家 不管是谁 基于他们怎么吵架 怎么哭的呢 大家可以把这一篇剪掉 因为接下来 他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他们吵完架以后 两个人磨合好的这个节目 天仙佩的选段 满宫 有请 请你计划 只把酒啊 身体随提发 我心中好喜欢 玻璃啊 有灯 我忙手机 明朝季啊 你找过吗 伤为 的家远 两次 三次 面子 冬浪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冬浪 你累快了 你也累快了 冬浪 明日我们就要满功了 怎么 明日就要满功了 是啊 明日我们就要满功了 明日我们就要满功了 多谢娘四首一季 一夜只沉湿泥里 三年长风改革日 曾经在不守其理 从今后不为愿爱做牛马 为我的娘子盲中情人 从今后不为愿爱去知己 当上只骨穿在动浪身 从今后不为愿爱去 推磨 推磨流海为自身 从今后不为愿爱西江山 为我的动浪江西一起 ules remains strong 爱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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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快快报 不能天啊 你快遇开 不敢天啊 你快这死 没太 美弗 四更两 -,'s, and a metal 我们的一块收拾收拾 MilzSi Ganesan 哇 也是很冷 快把这件衣裳子穿上吧 多不冷啊 哎 穿上吧 多谢鸟子 哎 鸟子 明日晚安是一张喜丝 来来来 你也在书书书书 哎呀 我不会跳 只可惜没有 幸福还 生争一生 担担灰尘 我与娘子 哪怕 不不俗 是指令 请要能够 我与娘子 可惜娘子去解 凌花尽 且对明月照灭影 且对明月照灭影 月在天空难照影 我愿既能作灵活 阿姬 你的月照灭影 你的月好想那天上月 烟机好似天上细 东不像云彩飞 说花下桥云里 万日谁看的千万天 只看爱的男人 相约花谢楼 稍后精彩继续 相约花谢楼 精彩内容 马上开始 喜欢逛街 喜欢美食 喜欢所有时尚的东西 喜欢抖音 抖音呢就是 原来呢我比较喜欢 拍一些搞笑的 什么我看到刷的什么 哎这个好玩 我就会拍一下 现在呢就是 放黄梅戏 发的也比较多 你直播做不做的 我也 我现在也在直播 其实我刚刚 第一天直播的时候 那时候有很多 很多的人进来 也有很多戏迷 然后呢 还有很多人认识我 我觉得这感觉 还挺好的 然后呢 就在这直播间里面 就是给大家交流一下 黄梅戏啊 唱黄梅戏 每天我就发现 会经常有不断的 不断的新人 不断的新的一个 黄梅戏爱好者 一些粉丝进来 我觉得这一种宣传 黄梅戏也是挺好的 这个事儿是值得研究的 现在院团里面 也是支持 大家去做直播 做抖音 对不对 是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 有请 安徽省演艺集团 副总经理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院长 蒋建国先生 有请 欢迎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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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总 你好 蒋总 正好聊到 这个抖音的这个事儿 我前段时间也关注了 剧院好像也在 鼓励着大家 做这个抖音 包括做直播 对对对 那总体的大的想法 大概是什么样的 这段时间呢 通过这个 线上的一些 业务活动的开展呢 我们也感受到 这个呢 确实是对我们的 剧目的推广 包括我们演员的 这个推广啊 有着这个 积极的作用 文艺的发展方向 一定是要跟 实在是要 对对对 要在一起的 与时俱进啊 对 这件事儿做了 未来会怎么样 不知道 但是不做 我觉得一定不对 对对对 最早我们的戏曲 就在舞台上 对吧 那后来有了电影 那我们的 黄门戏的传播 如果没有天闲配女驸马 没有牛郎之女 我想没有那个 家喻豁小 飞身海内外 是的 这样的一种 一种这种 这种效应 效应 那后来到80年代 90年代 黄门戏如果不 依托于电视 依托于黄门戏电视剧 的这种传播 我想也没有 黄门戏的 梅开三度 这样一种 辉煌的一种 一种气势 或者一种场面 或者一种效应 那今天 那我们干嘛 不继续 在这方面 做一些探索呢 是的 是吧 因为这个互联网 你说的确定了 我们不用互联网 那一定是我们的 一种失误 是的 一种判断的失误 做一种重大的失误 但如何去运用它 是用互联网 去加戏剧 还是用戏剧 去加互联网 这之间 可能我们还要 做更多的实践 是吧 蒋院长对 王莹未来的期许是什么 前面几个老师 跟他也都说了 他非常的活泼了 非常的这个爱学了 当他自己也讲了 他也爱玩了 是吧 有的时候我跟他说 有的时候有点 小小的冷热病 就他很真实 他很真实 他自己表达的也很真实 没有遮着眼的 对 但对于未来确实是 因为有时候也在想 我们偶尔也会交流一下 这个话题 就是他往哪个方向走 用他的这个自身的条件 像说我讲戏曲 讲航档嘛 是吧 你是演花旦呢 是吧 还是演闺门旦呢 还是演亲衣呢 一个是年龄 但是可能对自己啊 也要有一个 基本的评判 我更适合演什么 我觉得这个可能 我们不要去回避他 更不能去放弃他 是吧 我更适合什么 那我在这方面就 多用功 是吧 多努力 是吧 使他在这方面 能够呈现得 更加的完美 呈现得更加充分 那王颖呢 按他的性格来说 那我说 他可以演七千女 这没问题 他演的这个孔雀西北飞啊 包括他去年 我们新创的这个 大型现代戏 我的黎骚 他在其中演一个 叫江姐 江姐 江姐 是因为这个情感失恋了 有一点疯疯癫癫 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是他演得很好 他的戏路的 还是比较宽的 但是宽是一个好处 但是你更要在 新的方面 多做一些甄别 这样的话 就使你的这个艺术的 这个呈现呢 更富有自己的 特点和特色 其实演员是需要 有特点和特色的 是 你别说千篇一律 都能演 就都能演到最后看 谁演得最好 另外还说说 你自己创造的角色 哪一个是你的 是吧 所以王颖呢 对你来说 我讲呢 希望你就是呢 在业务上呢 就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用功 是吧 那院里面也会 接近全力 为你们的成长 做好服务 谢谢蒋总 谢谢 谢谢蒋总 接下来我们来看 王颖为我们带来 今天的这一段 黄梅戏梁柱的选段 别有 有请 前帝 请 两宿 请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真情难复堂 难解 呀呀呀呀呀 难知难怪你最初 难过一片桃树林 树的鸿埋森的情 这一棵树桃的桃 掌红了云 送鱼鱼链羊羞 润润兴 诶 群帝 独树之人终平行 君子不识路不便宁 任他树桃张红莲 则他欢喜 大海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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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翠竹盖山坡 一座鞍汤林中夺 送子冠鱼 小火火 你看那宋子冠鱼 的羊子 似要将怀中自送予你和我 大海竹烟 来来来 一桶白鞋 冠鱼银 一桶白鞋 冠鱼银 冠鞋 一桶白鞋 香味 太 scarf 你是像兒子嗎 那那那 趕緊回家 好 老婆去